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40 我们来看看房地产现状 这栋楼一户人都没有 那栋楼住了两家人 来这栋楼住了一户人 你们说说这房价还能不能长起来 深圳的小老板现在有多难 我带兄弟们看一下 这里是深圳服务中心的一间鞋子楼 里面基本上都是小公司小老板 这里面的控制率超过50%了 而且很多公司里面就两个人 老板跟他老婆这种夫妻打 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聊天 在一起喝茶 现在的要求已经非常简单了 就不亏钱就行了 就这么领要求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也是一名纳税人 我想有宪法赋予我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的权利 人民代表不能代表我 因为他们不是我选的 我也不认识他们 2024年真的是 你知道有多少人失业在家吗 2024年官方数据说是5% 也就是每20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是失业的 这还是统计了 每周只工作一个小时 就计算在内的情况下 那还有多少马上面临失业的 你身边有多少朋友 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你想等等等到明年 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别想了明年的高校 应急毕业生高达1220万人 而这边呢 各大公司高寒降板增效 原先有五个人干的工作 现在两个人就能完成 而那边呢 又是一群年轻 有汉劲的毕业生来了 价格便宜 无限加班 标准硬碗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选哪个 看看这空无一人的商场 你再看看这 马达街在低价促销 2025年啊 只会更惨 你发现这个空气检测报告过期 然后发了一千块 你怎么看了 真就不装了 我们就要开始明朝 你们拿我怎么办 看看这黄金斯坦的万达广场 寥寥几人 身边很多朋友找不到工作 沿街小店铺关门倒闭 钱现在有多难站 普通人该如何是好嘞 我刚刚切面包店 我看到七块钱的麦包 我觉得好贵 我现在都买不起 我现在会想起 七块钱的面包买不起 然后买了一块五的青菜 买了一块钱的馒头 二块五 我准备回家自己 炒点菜 吃个馒头 你们发现了没有 就我们是一块一块地挣钱 他们是一亿一亿的摊 然后跟我们说呢 勤劳致富 好好工作 可惜呀 我们穷了一辈子 还不知道为什么 三年的时间 我换了二十多个工作 从开始的客服 到服务员 再到运营引流 每一副工作 我都坚持不下去 做运营时 数据不好 我就想跑路 做服务员 遇到客人的刁难 我就想走 我是典型的放弃型人格 一遇到工作上的困难 我就想辞职 我也知道 自己这样子不对 今年来到长沙 我进了很多皮包公司 也换了很多工作 我 高速的一个网友说 我开超市的220平 今天的营业额145 山东的网友说 我是卖童装的 9月份营业额1139 自从过了国庆节 现在基本上在家 气得我不出门了 四川的网友说 做了12年家具店 今年第一次 连续16天 不开账 还有一个下面 它是开汉堡店的 这个是安徽的网友 房租一年5万5 夫妻俩人 守着这个汉堡店 国庆以后 每天五六百的营业额 感觉好迷茫 前两天要去买水果 安卓们一付账49 我就想想 就给它又放回去了 一家新开不那里 要后款 看着马上到月底了 昨天打了很多电话不接 以为它在忙 既然到了公司才知道 公司早遇人去楼口 以前问 陪我都是下个月 一定给我 结果过了一月又一月 干活这家客服 活着没多久 总和款200万 才给我了我 20万的预付购 只怪自己当初 公司没事做盲目接待 导致的结果 以后再也不做月结订的了 不怕兄弟们笑 做这三刀啊 天天倒菜 天天亏 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这段亏了 将近快快快三万块钱了 是今年的广州师范音阶毕业生 毕业后呢 我没有选择去做老师 而是选择了做家教保姆 我的雇主家一共有三个小孩 老大上初中 老25年级 平时都在住宿 周末才回来 我呢负责辅导作业 每天跟我待在一起的就是老三 每天晚上我要给他辅导一个小时 今天我的雇主跟我说 要给我涨工资 说我把他儿子交得特别好 不知道是不是有钱人生的小孩都特别聪明 雇主家的孩子才三岁半 我教了他一个星期的古诗 他居然能倒背如流了 我们家里你接下来 我们已经不能走啊 我们已经走啊 我们已经走啊 你不要适合这种 这样搞的你啊 你答应我 你不要再问我 你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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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长只能去调节 但是我们的我也要 往上应该知道出去 你欠工资 我求求你妈妈 帮我捞你个工资了 我答应你再说